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时刻是2020年的11月2号 因为现在已经是凌晨的3点20分的时候了 我现在在这个罗东 宜兰的罗东镇这里 这里的话呢 晚上 因为我在走路 走路去拿我的车 我的车停靠在那边一个地方 一个劝寺堂啊 台湾的这个罗东 罗东镇这里 劝寺堂那个地方停留在那边 我把我的车停在那边 所以现在是走路过去 是从那个罗东的夜市那边走路过来 有一点多公里啊 沿途经过这里一些住宅区 我把声音放小一点 所以太大声会影响到这里的人睡觉 这里的话呢 已经进入了这个住宅区了 夜市那边过来的 大家可以看得下我们 这是正中心的旁边的这个住宅区啊 正中心的也是属于正中心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灯火 路灯非常的明亮 非常明亮 可以想 我今天在去夜市的时候也拍了一条片 就是说 台湾这边的这样的一个镇 是多么的繁华 配套事实 生活 这个事实各方面 有多么的好 那么来去对比大陆的任何的一个城镇 大家可以想象 可以从这个 不用想象 是从这个事实 我拍摄到的这个事实场面 大家可以去比较 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 在大陆 任何一个城镇 一个镇 一个镇的中心 有没有台湾这么棒 没有的话呢 就请你 所有的大陆的人 不要在这里吹牛鼻 吹牛鼻 说 台湾多落后 大陆 多棒多繁华 大家用实际的 这样的一个 城镇来去对比 台湾这样的城镇 有这么繁华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 但是 我们看到这里的 公共事实 商业氛围 绝对是 在大陆 是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找到 可以跟它对比的 跟它比美的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大家看一下 路灯还是这么样的通明 我就曾经有大陆的 亲戚跟我说 台湾多不行 建筑多老 房子多老 怎么样那样 当时呢 我不违意 不在意 也没有 因为没有来过台湾呢 那个时候 听他们说的时候 那么 来了台湾以后 我发觉 他们所说的 他们所理解的 跟我有比较大的出入 因为我觉得 他们只是看表面 他们没有真的 像我这样深入的 去了解台湾 认识台湾 他们根本不知道 台湾 在软件方面 在表面的这些 有些建筑物 当然因为他们 早期 就已经建成了 三四十年前 就已经建成 一直都没有 去方形改变 台湾人也 不是太会 去做这些 外表的功夫 去方形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在台湾 某些大城市 会做这些事情 但在 一般的 小城镇 他们是不会 去做这些事情 老就由他老吧 自然自然 自自然然的 那么 不会做这些 形象工程 大陆那边的人 最会做这种 形象工程 连香港现在 也就学他们 在这做 这些形象工程了 那台湾人 在这方面 还比较好一点 我看到了 只有一些 比较大的城市 才会做这些 形象工程 所以他们会 看这些表面 就认为台湾 落后啊 什么 那我来到台湾以后 我看到台湾有很多 公共试试 很多软件 做得很好 比如说学校啦 中学 小学幼儿园 还有市区的服务 还有一些 民间的志愿团体的 对台湾社会的这种 提供的 无偿的服务 也非常的棒 还有人与人之间 那种 关系 那种 那种互相帮助的 那种 还有那种善良的心 人们 台湾人的那种善心 是在大陆 是真的 难以找得到了 现在 这里就是 劝试堂 只有一点点的灯 还有只有急诊灯开着 就是真人 劝试堂 在台湾这边 有很多的这些庙宇 他们都是在 劝人做好人 在大陆 我们又能够见到多少 虽然说 我不是很认同 有一些 台湾朋友的 盲目的对这种 就是 我把它清作 这个民间 习俗 那种 有一些是迷信啦 有一些或者说是 对他所信仰的东西 或相信东西 他没有去 行根 究底 这是我自己觉得 不够理想的地方 他们会变得比较盲目 那么 但是呢 台湾人也是因为有这些 民间习俗的熏陶 所以他们变得 比较 温顺 顺良 信良 善良 温顺善良 虽然有些 可能是 会 变得有点 那个 善良到 有点 给人家有一种 愚蠢的感觉 但是 始终来说 他们 虽然有时候 会让你感觉到愚蠢 但是他们不会做坏事 最低限度 他们不会 那么容易 做坏人 做坏事 在大陆就不同了 因为就是没有这些 民间习俗 他们最低 最基本的约束都没有了 所以就很容易败坏 很容易 变成坏人 再加上 政治 再加上政治的影响 也会令到他们变坏 那么我们希望呢 怎么样在这种 民间习俗跟 理智 理性 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 这个是要需要大家一起去 努力跟思考 我已经来到取车的地方了 好 那这条片到这里为止 我只是 有感而花 有感而发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的声音都变了 而且没喝水 好 那就到这里为止了 明天我要往基隆的方向进发了 那么沿途我会继续为大家报导一些 台湾的事物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台湾 的方方面面 希望为你带来更多的资讯 好 谢谢 谢谢收看 晚安